史上最受媒体关注的是李小龙的扮演者会花落谁家 因为电视剧李小龙传奇筹拍以来 关于男主角任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周杰伦 金城武 甄子丹 甚至星爷周星驰也被网友列入候选之列 不过令星爷感到欣慰的是 自己门下的陈国坤最终击败周杰伦 成为李小龙的扮演者 不要说打败他好不好 对啊没有这个不是我决定的东西 我只能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其他的我不能控制 我觉得他很像我的父亲李小龙 我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 过了李湘宁的关也仅仅是过了相貌关 为了证实自己的实力 陈国坤还搬门弄谱 修了几招李小龙的招牌动作 他做的动作很像我父亲的动作 一旦他正式进入这个电视剧的准备和演出演 那他会有很多的训练和准备 他会演得更好 相貌没问题 武功也获得李湘宁的首肯 剩下的就是演技了 作为周星驰旗下的艺人 曾经出演过少林足球中的守门员 说到如何做到神似李小龙时 陈国坤坦言 自己有法宝 该剧明年春节期间在澳门开机 预计在中国澳门 香港及美国加拿大四地拍摄 明年12月制作完毕 将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推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